杨阳第一次上综艺节目 在她的亮相中 她分享了与地球有关的甜言蜜语 因此她看起来比平时更加英俊 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从小到大 如今编辑喜欢看她 高情商让人一致认为谢娜风趣 无心可爱天真 海涛天真 炯任真 每个主持人都很喜欢 每个人都被快本喜欢 杨阳出现在综艺节目中不断的谈恋爱 如果您遇到问题请不要抱怨只是拥抱我 我的心几乎被那可爱的感觉融化了 杨阳撩人的网上搞怪 一身西装的成熟模样让围观的人赞叹不已 她迷人的笑容让她很难确定自己的心应该放在哪里 因此很多人都考虑将自己的心放在杨阳的心里 这样老叶子的小丫头就成了杨阳的情人了 杨阳的牛仔裤和半袖上衣是女孩子们的痴迷 这些是女孩子喜欢的衣服因为她看起来阳刚而迷人 没有人知道我的朋友是否对这种风格有好感 但将上衣搭配黑色短袖和深色牛仔裤会更吸引人 杨阳走到哪里都散发着阳刚之气 杨阳的角色小编喜欢的是肖奈 她被认为是女孩理想的理想男友 这是我的标准 肖奈是家喻户晓的品牌 大长腿就算穿宽松的休闲装也让人羡慕 另外她笑起来很帅 小编很欣赏 杨阳一身大衣 裤子毛衣的帅气造型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 在雪地里 她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和一件黑色的外套 飘落在她身上的雪花 让她在我眼里更加英俊 不可否认 黑色大衣让她的修为大增 此外 由于外套的可见度 她的男性风度更加突出 穿这件衣服很容易改变人们对你的看法 小伙伴们可以试试这种风格 轻松驾驭 这件衣服的下半部分是黑色阔腿裤 上半部分由浅色衬衫和风衣组成 据欧巴介绍 这种组合是完美的洋洋造型 这件衣服的下半部分较深 上半部分较浅 男孩女孩都可以穿这种安排 与其他服装搭配时要格外注意 洋洋的服装是既舒适又漂亮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很多人都穿这样的衣服 马靠安 人靠衣 黑色的皮裤套装搭配白色的套装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洋洋迷上这身造型是因为她的时尚和高级感 这套西装的衬衫扣在西装上 这也是她喜欢的原因之一 小编洋洋相信 看到帅哥双手插在口袋里 你是不会抗拒的 洋洋的黑白套装 以独特的腰穿风格赢得了小编的青睐 假发和帽子套装在佩戴时与外观相得一张 虽然男人可以打扮 但人们相信他们不想打扮 因为他们不想打扮 女朋友把他们的男朋友带到镇上让他们难堪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女孩才会定期注意自己的外表 男人也需要关心自己的容貌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考虑到这一点 男人应该和他们的女朋友出去 穿上漂亮的衣服 世上没有丑人 只有懒人这句话常被用来暗示长相不重要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是否同意我刚才所说的 如果您觉得这篇文章有用 请点赞和分享 迪丽热巴曾代表27个美丽而有纪律的品牌 迪丽热巴最近的商业努力 以惊人的成绩在跨年夜给粉丝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离开机场前 这位著名女演员迅速变身 向她的粉丝道别 由于紧随其后的立竿见影的成功 粉丝们称这次是来自香港的美神 该品牌的活动包括一件中国风的漏背连衣裙 白色的开衩和蝴蝶形状的骨头 就在同一周 德施曼智能所品牌宣布了与迪丽热巴的新合作 同一天 快手作为品牌代言人举办了一场秋季火锅直播 在世界各地自由变换鲜花和烟花 迪丽热巴的粉丝表示 截至2022年9月 她已经有27个代言 作为一名女艺人 她的代言数量比任何人都多 这归功于她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全国知名度 她的代言涉及众多高端奢侈品牌 以及民族品牌和普通日用品 热巴的一长串高端品牌代言显示了品牌的强烈忠诚度 她的一些合作伙伴关系已经持续了三年以上 其中十佳的合作伙伴关系持续了三年以上 尽管许多明星与众多品牌建立了合作关系 但这些合作伙伴关系对同一领域的名人产生了巨大的抵制 热巴在她的粉丝中拥有强大的追随者 她的日常用品如安慕西和Swiss是她的长期品牌合作伙伴之一 此外热巴还与腾讯视频快手迪利热巴等大型平台合作 后者是中国国家及互联网平台 迪利热巴深受众多高端和奢侈品牌的喜爱 她与Mitimoto Louis Vuitton Panerai Hennessy Valentino等五家奢侈品公司合作 每次活动她的风格都被时尚圈的粉丝认为是非常新潮和与众不同的 今年除了过度滥用她的时尚资源外 仅观察到少数专业粉丝 迪利热巴是高端奢侈品牌的优秀代言人 她以漂亮的外表和时尚的风格展示了他们品牌的积极方面 作为演员 她能够为观众拍摄大片和舞台表演 此外作为时尚偶像 她可以尽职尽责地呈现高级时装秀 此外迪利热巴在搭配奢侈品方面 也有着非凡的能力 热巴被选为头部珍珠公司玉木本的品牌代言人 除了让她成为全球代表之外 玉木本还在纽约第五大道 日本银座 香港等地张贴了她的巨幅海报 玉木本 爱舞和舞的超级粉丝 每年都会在迪利热巴生日那天送出十万朵鲜花 此外 粉丝可以连续两年免费获得 迪利热巴曾多次登上时尚杂志封面 出现在电视节目和电影中 并与大型奢侈品牌合作 正因为如此 她被评为代言交易的顶级女明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此同时 高端智能所品牌德斯曼在一份高调的公开声明中 宣布与迪利热巴合作 迪利热巴通过代言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 尽管她在即将上映的电视剧起诉精英背后拥有超强的制作团队 但她并没有减少她的主要工作 七年来 她拍了六部热播剧 塑造了许多经典角色 包括长歌行中的搞笑女主 相识储君中的美丽女神 世界各地的粉丝都崇拜这位美丽强大的女明星 感谢您收听整个视频 如果您觉得视频有意义 请点赞、分享和支持我们 我们将尝试更新有关您的偶像的更多信息